欢迎加入21周镜子练习课程 第19周的记录练习 1.每天都要滋养你的感恩态度 开始写感恩日记吧 写下至少一样让你感谢的事物 写下所有让你感谢的事物 为你感谢的每样事物 写一个肯定句 用在镜子练习里 2.阅读一些具有启发性 关于感恩的力量的故事 以你自身的经历 或你认识的某人的人生为基础 写一个负启发性的感恩故事 写下至少一样让你感谢的事物